想像一下你正在辦公室專心工作 突然快遞到了暗霞電雷 你好 你停下手邊的工作 走去門口拿你的包裹 接著你把你的包裹按照固定位置擺放整齊 等事情結束後你回到原本的工作 在ESP32裡 這就像是外部中斷一樣 當外部有某個事情發生時 ESP32會暫停原本的工作 先執行中斷處理 處理完後再回到原本的任務 在ESP32中 如果我們希望當接受到外部訊號時 立即執行特定動作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在Whirl回線內使用一個if判斷式 持續檢查GPIO的狀態 但這樣的切法有一個問題 當外部訊號到來時 如果城市剛好正在執行其他任務 而沒有即時執行if判斷式 就有可能錯過這個訊號 導致預期的動作沒有被執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使用ESP32的外部中斷 外部中斷跟一般輪迴的差別在於 當我正在執行輪迴中的程式時 接受到了外部訊號 系統會立即執行指定的回調函式 處理結束後 繼續回去執行剛剛做到一般的任務 不需要不斷地輪迴詢問GPL的狀態 不僅提升效率 也能確保不會錯過關鍵訊號 這次的實驗 我們使用紅外線避障模組 來觸發外部中斷 紅外線避障模組的黑色燈是接受端 白色燈是發射端 模組會持續不斷地發射紅外線 當模組沒有接受到紅外線反射時 代表全方沒有障礙物 當無障礙物時 模組輸出為高電位 當紅外線遇到障礙物時 紅外線會反射回接受端 從而判斷物體是否存在 當有障礙物時 模組輸出為低電位 紅外線避障器有一顆隔邊電阻 旋轉它可以改變偵測物體的距離 紅外線避障模組有三個角位 分別是電源角、接地角和輸出角 這是我們這次實驗的電路圖 LED跟線流電阻連接到GPIO18 詳細的接法就不再多說明 請看之前的影片 而紅外線避障模組的電源角 BCC 接上ESP32的3B3 GND接上ESP32的GND OUTPUT輸出 接上ESP32的GPIO5 馬上開始我們的第一個實驗 因為紅外線避障模組 在沒有障礙物時 是保持高電位 有障礙物時會轉為低電位 所以要使用外部總端的復原觸發 打開Fony 首先引入Tim跟Type模組 設定紅外線避障模組 與LED的GPIO模式 紅外線避障模組為輸入模式 LED為輸出模式 設定一個變數旗號 SensorFlag 來儲存感測器的狀態 接著我們要解釋 外部中段的函數指令 首先要取一個外部中段的名稱 加上點IRQ 裡面會有兩個參數 分別是中段出發模式 跟回傳函數 ESP32有四種GPIO中段出發模式 分別是正緣中段出發 高電位中段出發 護緣中段出發 低電位中段出發 這裡有四種中段出發的指令 已經幫大家整理好了 所以現在我要設一個外部中段 名字叫做 dearSensor.IRQ 在復原時出發 回傳函數為 SensorInterRap 那程式就要這樣打 外部中段寫好後 在設定外部中段的上方 打上中段回傳函數 內容為更改其號為True 在最下方打上回圈 在回圈內打上F判斷式 來檢測其號是否為True 如果為True 代表有電路中段 讓LED燈亮一秒後熄滅 接著重置其號為False 儲存後 按下執行 你可以看到 我用鯊魚擋住了 紅外線避障模組 LED燈就會亮一秒後熄滅 這代表程式有正確的 進入外部中段內 來執行動作 外部中段也可以一次設置 兩個中段條件 實驗範例為 偵測到障礙物時 讓LED燈亮 障礙物離開時 LED燈才會熄滅 並且順便計算LED燈亮起的次數 打開剛剛的Phony程式 先把以下程式碼先刪掉 我們要打上新的程式上去 首先 重新定義我們的變數 來促成狀態用 在外部中段設定裡面 來增加正元觸發 or 復元觸發 在中段回傳函式中 要先定義全域變數 接著讀取感測器的狀態 讓變數與感測器的狀態一致 如果有障礙物的話 LED技術加1 並使用Print把技術次數顯示在下方互動環境中 最後在Hell回圈中 打上一份判斷式 如果有障礙物的話 LED燈亮 如果沒有障礙物的話 LED燈熄滅 為了防止紅外線避障模組 可能在進入感測範圍時 會同時觸發兩次中段 我們可以加入狀態變化判斷 避免重複記錄 也就是說 只有當現在的狀態 跟上一次的狀態不同時 才會改變LED燈的狀態或技術 儲存後按下執行 你可以看到 我用鯊魚擋住了紅外線避障模組 來觸發復原中段 觸發中段結束後 LED燈不會熄滅 會持續亮著 當鯊魚離開紅外線避障模組時 觸發遮原中段 狀態改變 LED燈才會熄滅 並且你可以在互動環境中 看到有物體經過紅外線的總次數 今天的教學到這裡結束 如果我們的教學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